你也有什么想法 你觉得油品的女人是发自于内心 油品味的女人对我来说是整个包装的 除了整体上的一个生活的提升 其实就是一个品味 当我开始在做我的设计的时候 就是我这个昆佩这个牌子 品牌的出发点就是对品质的要求 就是除了面料、裁剪和所设计的一个概念 都是以中高、中高上的那个时尚为目标 所以我对品质的要求是蛮高的 其实灵感的来源就是 可能我的生活和我的工作是联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没有把它分开 然后灵感就是无时无刻都会 因为比如我才做设计的时候 虽然我有了我的灵感 我知道自己我要做什么 可是生活上每天所发生的事情 所看的事情、所看的东西 都会影响着我整个作品的发生 当设计遇到瓶颈的时候 我都会发生自己 就是说不要去想 我要做的什么是放松自己 最好的话是可以去旅行 就把自己放松一下 然后回来再重新出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